近日中心社记者在平壤金元军音乐综合大学 对朝鲜文化省副相朴春植进行了独家专访 2019年适逢中朝建交70周年 朴春植在采访中称 朝中两国会加强文艺交流 他向记者透露 血海歌剧团会重新排演 此前已经演了几年的朝鲜版歌剧《白毛女》 而他自己喜欢的中国文艺作品 还包括霓虹灯下的《哨兵》 红色娘子军 我们在近年中国的作品 《白毛女》创造了《白毛女》 中国艺术人、代表团队 都一起观传 深深感受到我们的文化技术 中国的古代《红路蒙古》 中国的有名的作品 我们在目的部分上 创造成本来的 表层之介绍 2019年初朝鲜的词曲作家 还创作了歌曲《我们的国旗》 2020年初朝鲜的词曲作家 《我们的国旗》 2019年初朝鲜的词曲作家 尤其是 《我们的国旗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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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国旗》 建设社会主义的全过程 当被问及在朝鲜劳动党七大后 朝鲜在文艺创作上 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时 朴春芷回应称 《国旗》 《国旗》 拜扮演艇 all剧院所以之前 我們都會支持 當時印刷來自然間 所有動革等 太圍營地的独自使 比如看實20 este 面對 中心设计者访朝时恰逢朝鲜最盛大的节日 太阳节 多场形式多样 内容各异的文艺活动 在平壤举办 朴春之介绍 朝鲜的文艺团体都有各自的特点 在朝鲜很受欢迎 朝鲜人民现在特别喜欢的 是传送国家伟人风貌的歌曲 文藥工団工団让经理会 宣布�iston 以英国展示属举起 一直以在国外 cute 但中心设计者 是产品平籍的 所以我们的中国人都喜欢这些艺术的所有的演技会 也在所有的人都喜欢 但是在台湾的演技会 也在这个艺术的音乐 其中的民族作品 我们的歌曲 我们的文族作品 也在美女作品 我们的新奖文化 我们的文族作品 受访中朴春植还表示 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 为巩固两国友好关系 朝鲜将会积极推进双方的文化交流合作